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我觉得林思琪在恩将仇报 和林思琪一起跪在我父母面前的时候 我还是没搞懂什么情况 但茶几上正端端正正摆着我俩刚去领的热乎乎的结婚证 我妈痛心疾首 指着我的脑袋怒骂林徐徐 你能耐了 搞闪婚 我,呃,这事怎么说呢 我也是被鬼迷了心窍 被林思琪一顿忽悠后 我觉得领个正假结婚并不是多大事 毕竟我俩知根知底 从小穿一个裤裆长大 从幼儿园人一直同班到高中 最后竟然还被同一所大学录取 况且,结婚后,我俩没有催婚压力 两家父母关系好 离得也近 就在同一个村 逢天过节也方便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不会爱上她 她也不会爱上我 到时候离婚也没有感情纠纷 我妈见我憋不出话 气得伸手就要揪我耳朵 原本安分跪我身边的林思琪大意凛然 挡在我身前,一把鼻涕一把泪,演得极其浮夸 阿姨,都是我的错 是我先喜欢徐徐的 你要打就打我吧 我妈也来者不拒 一把揪住了林思琪的耳朵 林思琪,林思琪 阿姨您怎么还真上手啊 在林思琪一阵认错声和痛苦的叫喊声后 我妈终于冷静了下来 说说吧,我妈端起我霸道的水 先前一起读书的时候没看对眼 现在怎么搅和到一起去了 而且,我妈冷冷地瞥我一眼 我顿时挺直了背 后脑勺一阵发凉 果不其然 她说,你半个月前 不是还说对你的初恋余情未了吗 林思琪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不是说受得情伤太重 估计35岁前都走不出来 让我别催你吗 林思琪,林思琪若有所思 竟有此事,你二必吧 你心里不也有一个白月光 所以这些年都封心所爱,保持单身吗 但我这是确实是真的 我用这个理由顺利挡了我妈催婚的心 白口莫辩 我战术性后仰,尬笑 哎呀,这不就是众里寻她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是林思琪嘛 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和林思琪的浮夸演技下 我妈才将信将疑地接受了我和林思琪这事 是你请我愿 而不是我渣女 骗了林思琪的婚 只是我俩谁家也没商量 但就领了个证 酒席也不打算办 事情唐突的 我们谁都没想到结婚后该干什么 现在一起坐在我家的大饭桌上吃饭 气氛诡异至极 和之前林思琪来我家蹭饭的横幕完全不同 我妈一个电话叫来了我三大姑六大婆 面对她们茶户口一般的奇喜 我俩坐在凳子上就像找不到青蛙妈妈的迷茫小蝌蚪 如坐针毡 原来这就是结婚后的世界 理智回归开始后悔 但是没用 正都领了 等到天色已晚 三大姑六大婆留宿我家 占满了我家所有客房 我和林思琪站在我的小房间里 对着我的小床和唯一的一床棉被 面面相去时 我的后悔达到了巅峰 手机不断跳出消息 也不知道谁下午的时间 就把我和林思琪结婚的消息传出去了 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同学群 像诈尸一样激情亢奋 就连林思琪的白月光也在群里扣了一个 应付这些事 对我来说比催婚还痛苦 我摆烂地躺在床上 从兜里掏出金枣草拟的互帮互助友好协议 刚准备喊林思琪过来再商量一下 就听房门的门把手传来转动的动静 林思琪经的一蹦三尺高 我手忙脚乱将纸团起 在我妈进门的前一秒 林思琪一手将我揽进了怀里 岩石遮住假结婚协议 一手拽起被子盖在身上 我被完全罩在底下 紧紧贴着林思琪的胸膛 只听见我妈略显干涩地询问 你们穿着衣服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林思琪甚至大脑抽筋 她秒答 在研究母猪的产后护理 我妈 我 六母猪的产后护理 说是跟白月光一点关系没有 我是不信的 跟林思琪同床共枕的这一夜 我做了个很可怕的噩梦 我梦见我和林思琪婚后 她受不住被催生的压力 给我从外面找来了她的白月光 还握着我的手 寒情默默地说 我们三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 梦里的我嘴角抽搐 甩开她的手就想跑 结果双腿仿佛被束缚住一般 动弹不得 地底下还有奇怪的生了力尺的生物钻出来 啃食着我的脚 惊醒 熟悉的天花板 周遭却有股奇怪的气味 胸上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压着 压得我呼吸困难 我支起身子 发现压在胸上的是林思琪的脚 她正成一个诡异的姿势 左腿压在我身上 双手搂着我的腿 嘴蹭在我的脚踝处 我 怎么有人的事项 算了不说了 好歹也是领证的合法丈夫 昨天闹到半夜12点 才把我俩假结婚的和平共处协议 确定下来 加上我房间只有一床被子 打地不容易被我妈大早上的抓包 于是我俩十分纯洁地躺在了一张床上 我嫌弃地踹开她 冲进卫生间洗了个脚 今天没什么大事 林思琪的父母还在省外 暂时回不来 也见不着面 我暂时不用接受考验 高中同学群里 昨天因为我俩的是太过突然 毫无征兆 直到现在都还在跳出消息 他们在计划着同学会 我坐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看着群消息 林思琪一大早就去点头哈腰 及其恭敬孝顺地送走了我的姑婆们 还自觉去洗碗 油嘴滑舌 逗逗我妈喜笑颜开 家女婿还挺静止 群消息没什么特别的 唯一值得在意的就是 林思琪的白月光 苏唐 苏唐主动提出 同学会可以办在她家的大别墅里 还主动爱特了 我问可不可以 我收起手机 看了眼不远处 陪我爸下棋 眉头紧锁的林思琪 她的头发早上洗过后就没擦干 正湿答答地垂着 突然就想起高中时候的林思琪 因为林思琪从小就外向活泼 加上成绩优异 外形条件也尚可 班里的同学 基本都喜欢跟她玩 在大课间结束后 她总是顶着用水冲湿的头发 抱着篮球和几个男生一起走进教室 在春心萌动的时期 这样的男生往往就是许多女生 情斗初开的对象 但林思琪什么也不懂 仿佛天生缺了情根 一些女生悄悄塞她抽屉里的棒棒糖 都被她以为是有人看自己不顺眼 故意塞垃圾给她 直到选客分班后 她碰见了苏唐 漂亮 大气 自信 笑起来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说来也巧 苏唐还是我的同桌 从此以后她没事就往我这儿跑 跟我说着话 眼神却瞟着其他地方 就连填志愿 她也扭捏地跟我打听了全部女生填的志愿 只是不太巧 她跟我录在同一所大学 但直到大学 她也依旧藏着自己的隐晦心思 我领着我初恋男友给她认识的时候 问过她为什么还不谈恋爱 她只是苦涩一笑 说自己已经封心所爱了 尽管她不说 我也知道她一直关注着苏唐的动向 因为她家里放了一堆兽医相关的书籍 像什么母猪的产后护理啊 都是苏唐专业相关的东西 墙上的世界地图 佛罗伦萨还被她特地圈出来 那是苏唐生活过的地方 情根深重啊 回过神 我正准备问她去不去同学会的时候 就见着我妈进了我的房间 我抖着的腿骤然停下 等等好像房间里放了什么东西 和平友好共处假结婚协议 那上面第一条就是 我俩不能爱上对方 谁家夫妻整着玩意儿啊 我立马起身冲速 没跑几步就狼狈滑倒在地上 这地林思琪早上刚脱过滑得很 我连滚带爬拽着林思琪就往房间里去 在我妈靠近我的床之前 我和林思琪一起铺上了床 眼睛手快地将纸塞在了我俩之间 我妈怪异地看了紧紧相拥的我们一眼 只是打开我的衣柜 拿走了一件本该放在她衣柜里的衣服 见味起疑 我放心地呼出一口气 还好还好 吓我一跳 刚想把纸拿出来 林思琪就腾出一只手 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这才发现我们之间凑得极净 尽到能感受到她发烧的水气 林徐徐 她低着声叫了我一句 忽然将我压倒在床铺上 一双眼盯着我看了许久 久到她发烧的水滴落在我脸上 躺进脖梗深处 她才堪堪吐出下一句 你完全不把我当男人吗 我 六 林思琪 她伸手狠狠掐住我的脸 骂道 你有病吧 我不把林思琪当男人 只是因为她也没把我当女人看 两个没性别的人 互相伤害罢了 在爸妈家待了两天 就被无情驱赶 关于酒席的事情 我的意见是别摆 万一到时候离婚了怎么办 得被全村人笑话 结果遭了一顿毒打 林思琪在这方面 狗腿得很 她一面拦着我妈对我动粗 一面谴责我 哎 说什么离不离的 酒席当然得摆啊 不仅村里摆 城里也得摆 对于这一点 我爸妈对她大家赞赏 我很无语 又不是真结婚 何必搞那么真 只是因为林思琪爸妈不在 于是我爸妈才稍稍把半酒席的事情搁置 我拎着我几件衣服上了林思琪的车 虽然在城里有一套房 但那套房实在太小 不适合两个人挤 况且我也不想让我的小房子沾上男人的味道 但我们各住各的 又实在不太像一对夫妻 一定会对我精灵的老妈看出端倪 于是我俩拿主意暂时住林思琪那 把行李搬进林思琪家的时候 我有强烈的怪异感 突然就明白 为什么先前宁愿赖在风险高的我爸妈家 也不愿意跟林思琪单独住了 这就好像我和林思琪真的结婚了一样 虽说我曾经的确想过和林思琪结婚的事情 不过那仅限于幼儿园 小时候的林思琪特别漂亮 皮肤白白的像个精致的小王子 而我就是在泥潭打滚的小泥人 从小就不讲究 光着脚跑来跑去 导致林思琪一直对我的脚踝有一种嫌弃的心理 不过最近好像还好 看着林思琪忙前忙后的整理东西 我也不好闲着 刚摸起袖子想帮她 就发现她把我的衣服塞进了主卧的衣柜 我 我大惊 你干嘛 林思琪一顿 手上还拎着我的蕾丝变内衣 她眨眨眼睛 帮你放衣服啊 你还挺无辜 只是我控制不住的气血上冲 脸烧的滚烫 再纯洁的友情 也顶不住你这样吧 在你家的时候 我就发现你好像不怎么整理衣服 所以这几天都是我帮你理的呀 我瞳孔地震 怎么了 现在才开始害羞啊 什么东西 我以为那是我妈里的 哎哟 没必要 咱俩谁跟谁啊 我强忍着羞耻 一把夺过我的内衣 我自己来 也行 你自己来就自己来 她十分大方 将地方让给我 我理着理着 才发现重点错了 我不是要问她 为什么把我的衣服塞主卧吗 只是刚想问她 床头柜上一个不起眼的手帐本 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个手帐本鼓鼓囊囊的 看得出里面塞了一堆东西 又看得出有点黏头 我放下手上的衣服 拿起那本手帐 刚想打去她 怎么这么少女心 还做手帐 就见林思琦脸色一遍 她似乎不想让我发现这个东西 我心忽然一顿 似乎有些明白 这本手帐里寄的都是什么东西了 林思琦拿过我手中的手帐 神情似乎带了些紧张 你 你理着吧 我出去看看 她起身就走 一张遮过的纸从手帐里掉出 我跟那张掉地上的纸相互瞪了一会儿 终于还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我伸出了罪恶的手 将它捡了起来 这事做的属实不太道德 我暗暗谴责自己 手下动作不停 小心翼翼地展开了那张纸 纸上记得密密麻麻 还贴了一张佛罗伦萨地图 将佛罗伦萨每个景点都做了详细攻略 甚至还在边上标了哪里适合表白 我立马将纸合起 放回地上 服额 又是佛罗伦萨 只是可惜最近疫情 出过麻烦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现在对外的人设已经是已婚难事了 理完东西 腰酸背痛 云思琪拿着手机进来 问 汤同学会定在这周日 你那天上班 你吗 他看见地上的纸 尾音陡然上扬 一个弯腰捡起纸 又装作若无其事 唉 心里装一个人 竟然能装十年之久 我看着他 突然有点酸涩 好可怜 心生怜爱了 等等 不行 我猛一拍额头 不能同情他 同情男人是不幸的开始 林思琪家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就是恰好只有一张床 一张被子 我接受了他这个理由 认命了 一起睡也没什么 反正就是盖着棉被纯聊天 只是每天早上醒来 就看到林思琪在啃我的脚 有点恶心而已 难道他有不为人知的小癖 喜欢睡觉啃人脚 抱着衣服走进浴室 在别人那儿洗澡 这是头一次 是多铁的哥们 我都难免觉得有些尴尬 但很快我就发现了更尴尬的事情 我没带睡衣 隔着浴室门跟他交流了一番 最后我只能暂时借用一下林思琪的衣服 该说不说 虽然他人看起来高高瘦瘦的 衣服穿身上竟然还挺大 我将袖子向上挽了几层 才推门进卧室 林思琪正在床上悠然翘着脚 察觉到我来了 他坐起身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快来高中同学群里还在商量 声音戛然而止 他刚瞪着眼睛看着我 下一秒挂下两行鼻血 我一惊 拿上柜子上的纸巾就冲向他 却被他反应极大的挡开了 他一个翻身滚下了床 一手捂着鼻子 一手挡着我 不让我靠近 他语言不详 你别过来 我现在还忍得住 我 你忍得住鼻血 他 你小子溜啊 还有什么惊喜 是正不知道的 最后 林思琦连夜出去 给我买了套重规重矩的睡衣 虽然我觉得这是并不着急 但他还是勒令我脱下他宝贵的衣服 真小气 我们同学群里最终敲定的高中同学会 在这周日 但是因为决定的太过仓促 很多同学都有工作在身 抽不开时间 最后来的也就一个班的三分之一 大部分都是林思琦高中的好友 说是同学会 其实主要目的还是庆祝我们结婚 早知道苏唐家有钱 但到了他发的定位后 我们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别墅遍海边度假村 我抛弃了一边的林思琦 紧紧抱着苏唐 漂亮姐姐 看看我有没有机会 当你的小白脸 几年没见 苏唐还是那么漂亮 优雅知性的气质 温柔似水的眼眸 说话就如羽毛轻浮 他拍拍我的背 笑得两眼弯弯 别抱了 你老公已经在吃醋瞪我了 我老公 我大脑当今一秒 才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林思琦 虽然跟他假结婚有点日子 但我俩相处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最多就是又多了一层室友的关系 这导致我经常忘记 我俩其实是领证的合法夫妻这件事 我拍一下松手 回头看林思琦 她确实正盯着我们 不过 我猜她看的是苏唐 我们的假结婚和平共处协议上 写着互不干涉私生活 如果她和苏唐真的有可能 那我一定马上离婚 尊重祝福 苏唐还在笑 高中的时候我也经常被她瞪 只要我跟你聊的时间一久 耽误你俩聊天了 她就会瞪我 就像现在这样多悲惨的误会 她那是在看你呀 但是我不能说 于是我 哈哈 不会吧 还有啊 我后来不是去佛罗伦萨待过一段时间吗 她经常找我问一些 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不知道 但是我好奇 就是 她打算 她说一半突然闭嘴 我不说了 林思琦又瞪我了 虽然我也很想知道内容 但这是她俩的事 我问太多也不礼貌 人来的也差不多了 苏唐拉拉我的手 一枚闪亮的戒指 忽然闪进我眼里 你们放心完 这是我家的产业 一切消费都算我的 她的戒指 戴在左手中指 是订婚的意思 但是钻石属实大了些 我没忍住多看了一眼 第二反应 才是去看林思琦 而她只是盯着苏唐离去的背影发呆 神情看起来有些落寞 我戳戳她的肩 与其小心 你还好吧 那种戒指 我 我也买得起 我汗颜 僵着笑 一时不知做何敢想 人家都订婚了 你不会还想 算了 她从小就是这种 不撞难强不回头的性子 与其在这儿敢想 还不如去和朋友打沙滩球 放松放松 我把她踢给她的高中好友们 收获一阵弟妹好后 备手离场 说起来 林思琦虽然跟我同龄 月份却比我想上六个月 按理该喊我一声姐姐 她却一直倔着不喊 和几个女同学 一起坐在边上的沙滩椅上 喝着冰镇柠檬汁 听着八卦 看着男生们打球 恍惚间 好像回到了高中时期 几个女同学大多已经结婚 少数几个已经有了孩子 还有几个是钢铁单身主义者 八卦绕来绕去 绕不过家长里短 婆媳矛盾 职场男士 最后又绕到了我头上 其实早就觉得你俩能成 但你和林思琦现在才结婚 我们还是有点吃惊 哪来的错觉 但我点点头 我和她结婚 我也很吃惊 当时我们就在打赌 赌高考后 林思琦会不会跟你表白 结果她还是没戳破那层纸 我们还以为她放弃了 结果她又和你一所大学 等一下 我们读的是一个高中吗 哎 所以你们是大学在一起的吗 我 不是 我大学有男朋友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在座的女同学 各个都叹息 奇哥 忍者 确实 只是我们频道不太一样 我偷偷瞥了眼一边的苏唐 在心里悄悄叹了个气 场上的林思琦 不知何时已经光了膀子 头发湿漉漉的 中场休息 她看了我一眼 随即就向我走来 半蹲在我身前 将毛巾挂在我的脖子上 另一只手拿过我手上喝了一半的柠檬汁 仰头引进 阳光洒在她的发烧上 我忽然就无缝衔接上高中运动会的一个记忆片段 刚跑完一千五百里的林思琦 挥手拒绝了志愿者提供的水 转身就朝观众席的我走来 伸手就将自己的校服外套披在我头上 顺便拿走了我手边的矿泉水 她晃了晃水 得了便宜还卖乖 校服借你遮太阳 水归我了 那是我为数不多的 对林思琦心动的瞬间 只是身为她的朋友 她喜欢谁 我都心里门清 当时是因为苏唐就坐在我身边 现在应该也是这个原因吧 喜欢上她 伤心的只会是我 爱情也许没有结果 但友情可以 她被底下的柠檬片酸到表情猙獰 放下杯子后 她的眼神突然飘到了我的脚上 只是她并没有停留太久 其身一手按在我头上 对其他人说 我们估计还要很久 一时上头了 待会儿吃饭 可以不用等我们 等她一走 几个女同学又围了上来 开玩笑道 徐徐 徐姐 给你多少钱 才能让我们每天 也能一堵你老公的肉体 我 什么财富密码 竟然还有这种好事 只是玩笑归玩笑 大家笑笑就过 我拿起几个已经喝完的杯子 走进屋子到柠檬汁 只是柠檬汁不多了 我在一边操作榨汁机 就花了许多时间 等走出屋子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虽然海边亮起了五颜六色的灯 但大海还是透着一股深邃的黑蓝 不远处的同学似乎都着急忙慌 隔着距离就能感到气氛不对 一个同学跑得跌跌撞撞 扶着我的肩膀 上气不接下气 徐徐林 我忽然有个不好的预感 苏唐 苏唐 她 掉海里了 我一惊 那有人 你老公 她不停地喘着气 说话断断续续 林思琪去救她了 哦 林思琪呀 也是 救人要紧吗 等等 我心脏猛然一缩 顾不上女同学 就是一个狂奔 眼前的大海黑的空洞 路上的灯光透不进去 身后的柠檬水和玻璃杯 尽数坠在地上 落成碎片残渣 溅起 在落下 陌入沙尘 女同学的呼喊声 混了海风灌入我宽大的T恤山 鼓起 又消下 我的耳朵似乎被蒙住了 什么都听不见 只是因为 在被海风拂过的那几个瞬间 我忽然想起 林思琪她不会游泳 晚上风浪大 饶氏会游泳影 我攥紧了手 头一次觉得无能为力 已经有救生人员去救他们了 边上的同学担忧又紧张 苏唐怎么好好的就掉海里了 好像是去拍视频给她的未婚夫吗 不知道 还是我恰巧看了她一眼 才发现的 哎呀 太惊险了 像人没事 好在发现得早 叫来的救生人员 把落水的两个人拖了上来 苏唐吐了几口水后 就渐渐转醒 没什么大碍 只是人受了点惊吓 被人搀扶进了屋子 我在一边看着医护人员救助林思琪 见她转醒 一直悬着的心才微微放下 脸上早就在不知觉时 流满了泪 真的有笨蛋 不会游泳 还奋不顾身去救自己的白月光吗 灯光照在林思琪煞白的脸上 她眯着眼看向我 尽管虚弱 却还是伸手搂住了我 律道之大 让我一时正愣住 刚想问她 感觉怎么样 她又晕了过去 医护人员在检查过两人身体后 就离开了 算是有惊无险 给她换了身干净温暖的衣服后 我坐在林思琪身边 看着她煞白的脸色 百感交集 她想守护自己没有结果的爱情 不惜自己伸出险境 我把干净的被子抱过来 准备在她身边守一夜 刚准备睡觉 就见她睁开了眼 我下意识就凑上前去 醒了 还难受吗 要不要喝水 但一想到她为了白月光 这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又有股莫名的气 算了 估计你喝海水已经喝饱了 连小朋友都知道 不会游泳就不能轻易下水 你胆子倒是大 直接跳海就忍 我越说越觉得生气和委屈 甚至开始止不住哽咽起来 你要是死了就算了 干嘛还拉上我当寡妇啊 林思琪她看着我 动了动唇 却没发出任何声音 撑着上半身 伸手失去我眼角的泪 她又动了动唇 这下我看懂了 这口型 再叫苏苏 我恍然大悟 她醒来最关心的人 当然是苏唐啊 我撇过脸抹掉眼泪 立马道 没事 苏唐没事 林思琪她抿了抿唇 扭着我的脸朝向她 眉头轻微地皱起 尽管说不出话 还是坚强地动着唇瓣 我点点头 没事 苏唐真的没事 你别担心了 刚刚也是我一时情急 别在意 你好好休息 林思琪她发了个白眼 又叹了口气 在她的不懈坚持下 她终于发出了沙哑的声音 林思琪一手按着我的后搏 借着力做起身 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说话 听懂了呀 我一直在问你怎么样 你一口一个酥糖干什么 啊 你不是在叫苏苏吗 你的口型就是这样 我敢打包票 林思琪 在那短短几秒内 尽管她没说话 我还是莫名感受到了她的无语 我叫的是你 林徐徐 她咬牙 紧接着又叹了口气 你没事吧 我擦着眼泪 一头雾水 没事啊 你没掉海里吗 我 没呀 啊 呃 那 只见林思琪待了几秒 是谁 掉海里的是苏唐 我疑惑地看向她 她却沉默着卷着被子 立马躺下 只留了一个后脑勺给我 两久无言 我却突然琢磨出了点什么 我爬上床 轻轻摇了摇她 你不会以为 是我掉海里了吧 林思琪从被子里探出一双眼 看着我 没说话 对视几秒 她败下阵来 将我拽进了被窝 下巴抵在我的脑袋上 语气透着疲惫 反正 没事就好 短短几个字 莫名牵动着我的心 我紧贴着她的胸膛 听着她有力的心跳声 舒然间 只觉周遭温度陡然升高 林思琪闭着眼 声音沙哑 他们一群人突然就跑过来 说有人掉海里了 我没看见你 她突然一顿 话锋一转 你下次去哪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好歹也是假结婚的合作关系 我要是找不到你 我会很头疼的 我没说话 物字搂紧了她 不用这么感动 她说我们是朋友吗 我们是朋友吗 所以不会游泳也要来救我 我不能理解 只要是你的朋友 你就能不顾自己安危的去救她她吗 不是 她的声音很轻很缓 只有你我一愣 为什么 我追问她 总觉得被一层层迷雾包裹的答案 就要揭晓 因为我 算了 睡觉吧 她退缩了 一夜无眠 因为昨晚的意外 大家心智缺缺 加上这次同学会并不正式 且敲定的有些仓促 很多人还有工作 于是我们打算 下次再找时间聚聚 临走前 尚且还很虚弱的苏唐 偷摸拉住了我 递给我两张票 我不解 你不是有一次上历史课的时候 说我想去佛罗伦萨吗 我 谁 我 苏唐凑近我 小生说 我未婚夫是意大利人 这是她开的剧院 什么时候国外疫情没那么严重了 你就和林思琪一起来吧 反正她应该也有这个打算 这票还是无限期的哦 就当做是新婚礼物了 而这个 也太不好意思了吧 我想推剧 她的态度却很强硬 当时我还是转学生 没有认识的人 你是我当时第一个朋友 虽然现在联系少了 但我永远记得那个时候的你 给我的温暖 怪肉麻的 当时我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 都是你和林思琪帮我的 所以 你就收下这个小礼物吧 我一噎 想起当时 其实是因为我发现 林思琪好像对苏唐有意思 才试试都顺便拉上林思琪的 只是被她这么一深情对待 我也不好再推举 上车后 林思琪神情奄奄地坐在副驾 连安全带都没记得记 可能是昨天落水的后遗症 再加上见不到白月光的伤心难过 我探过身去帮她系安全带 她却一言不发地 就把头靠在了我的脖肩处 额头烫我一个机灵 连带着腰好像扭了一下 我挺着身子不敢动 一只手扶着腰想缓慢回到座位 却被林思琪伸手搂住 抱了得满怀 我 我痛苦面具 哎等等 你等等 徐徐 可能是发烧了 她的嗓音软软呼呼的 但我无暇她顾 只想一爪子把她拍飞 你先撒开 撒开 她油盐不尽 只顾着自己 我好难受 难受的应该是我才对吧 我脑 你撒开呀 我腰扭了呀 她呆呆地啊了一声 她 溜 我 二B 你再溜一句 立马给我滚下车 她 历尽千辛万苦回了家 林思琪着梁发烧了 在疫情期间 我愣是不敢给她送医院 前阵子 爷爷发烧的时候 老人家一个人进去做核酸 在里面和其他发热的病人同处一室 等核酸结果出来后 才能去挂盐水 想想就心疼 于是忍着腰痛 在林思琪家里翻箱倒柜 结果愣是一盒药都没翻出来 我给她倒了杯热水 噎好被子 林思琪 我现在出去买药 你一个人在家可以吧 她的手从被子里钻出来 拉着我的衣角 声音嫩嫩的 没事 我喝点热水就行了 我 没有什么是热水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那就两杯 是吧 只是她不肯松手 我也就只能坐在床边 静静的看她喝水 喝完水后 她又缩回被子里 又须又为你 就是因为听了她的鬼话 这都发烧第二天下午了 烧还没退 我睡一觉就好了 真的 我怎么像个小孩子一样 你再烧下去 我怕你烧坏脑子 我以后跟一个傻子一起过日子 比当寡妇还惨 但她一直降着不肯吃药 我也就只能顺着她 好吧 那你睡 想起小时候有一次 我俩一起被感冒病毒袭击 我每天乖乖喝药 五天就好犬了 她还在感冒 林思琪的妈妈为了让她喝药 甚至拿我去刺激她 但可惜这个笨蛋没中激将法 实在没办法 我晚上睡觉故意不盖被子 第二天又开始流鼻涕 跟她约定一起吃药 她才艰难地灌进一小半 她闭着眼 面容憔悴 微醋着眉 果然还是得出去买药吧 于是打算等她睡着后 再出门买药 左右无视 我拿出手机编辑了一条 想问问有什么不苦的药 有个笨蛋发烧了不肯吃药的朋友圈 几分钟后 一个几年没联系的人的消息 突然跳了出来 你发烧了 我正巧有药 离你家不远 要不要给你送来 是顾木 我的大学前男友 也不是我 是编辑消息的手一顿 是我老公 林思琪家荒郊野外 附近没有药店 甚至连外送都送不到 我如果要去药店 在路上花费的时间 就更长 放她一个病人在家 我有点不放心 如果 顾木正巧有药的话 见着对方正在输入中好几次 最后说到一条我知道 恭喜你结婚了 她怎么知道 我结婚这事儿 除了高中同学 好像没多少人知道 但比起这个 还是要重要 如果方便的话 你发个定位吧 我来拿也行 当然 如果离得远的话 我还是去药店吧 几分钟过去 她也没回消息 正当我决定忍着腰痛 跑远路去买药的时候 她的消息突然跳了出来 下楼 下什么楼 她不会跑我家楼下了吧 但左右我都是得下楼去开车 于是我没抱希望的出了门 总不至于连林斯奇家在哪 她都知道 吧 还真的知道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 拎着一塑料袋 花花绿绿的药的故母 你怎么 我惊奇地走向她 她却怂怂间 弯唇一笑 从你俩领证开始 你老公每天都在朋友圈秀恩爱 我能不知道吗 不是 你怎么会有林斯奇的微信的呀 你俩大学根本没啥交集的吧 除了我介绍你俩认识的时候 也不是 等等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见林斯奇发呀 好了 这是药 不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就全拿上了 她怕苦的话 吃胶囊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啊 谢谢辛苦你了 劳烦你特地跑一趟 我把钱赚给你 没事 她笑得和煦 反正也不远 举手之劳 钱也不用了 毕竟我们是朋友嘛 怎么又是朋友 最近朋友这个词 是不是出现的太多了 冰着要回家时 我还在琢磨朋友这个词 该说不说 有点抗拒 当我脱完鞋 走进屋子后 就见原本该躺着睡觉的林斯奇 赤着脚站在窗边 她单手拿着一杯热水 神情淡漠 视线缓缓从窗外收回 扫到我身上 你怎么起来了 我把药放下 伸手就摸上她的额头 林徐徐 她的声音哑得很 我在呢 还是烫 果然得吃药 你生病的时候 她也这样摸过你的额头吗 没头没脑说什么呢 我只当她在生病说胡话 你怕苦 那要不要喝点美林 虽然这个好像是小孩子喝的 林徐徐 她处着不动 你怎么不穿拖鞋呀 发烧了还这样不听话 真不省心 我又拎起一双拖鞋放她脚边 她还是没动 反而更加固执地发问 她有牵过你的手吗 有抱过你吗 有亲过你吗 有和你 什么玩意儿 生病的人都这么有病吗 林四七突然伸手将我扯进怀里 水杯里的水都洒出来不少 践上我的脚踝 林徐徐 如果我喜欢你 你会跟我离婚吗 虽然假结婚的协议里并没有写明 但第一条不能爱上对方的深层意思 其实就变相点明了这点 我一时愣住 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她的表情认真 并不像是在开玩笑 沉默对视几秒 林四七松了手 她退了一步 脸不知是生病的原因还是什么 烧得更红了 抱歉哈哈 只是你走的时候我没睡着 就想着起来倒杯水 结果就正好看到你再喝 我的动作也莫名其妙变得僵硬起来 拿出一盒药 脑子当机的厉害 啊这样啊吃药吧 好吃药吃药 她接过胶囊就着水吞咽 神情之间有不自然之色 那我去睡觉了 啊哦看着她走进卧室 我才后知后觉的喘了一口气 心脏蓬蓬 跟林四七认识的二十几年 我不是没有想过她也喜欢我的可能性 只是相比苏唐 我各方面都差人一截 长眼睛的人 基本都会选择酥糖 戴笠在桌边不知多久 我才堪堪平复心情 应该只是生病了说胡话吧 我在桌边坐下 理着药盒 又忽然悟处不对劲 她这次怎么吃药这么爽快 估计是生病了太难受 熬不住吧 那她为什么要问我 有没有和顾木做那些事情啊 可能是比较八卦吧 林四七的本质 就是八卦的老嫂子 那为什么前几天以为我掉海里了 即使自己不会游泳 还要来救我 因为我们是朋友吧 好可怕 我想不出一个林四七喜欢我的表现 却能想到无数件她喜欢别人的事情 悄悄走进主卧 她已经睡着了 水杯放在床头柜上 还有一点残余 我拿过水杯 准备再倒点热水 确保她不论什么时候醒来都能喝到 她的床头柜很整洁 有序的摆着几本书 其中包括母猪的产后护理 种菜的学问 提高自身魅力的一千个技巧来都来了 解个婚吧 以及她那本很有年头的厚重的手杖 平时看到的时候 我病得有多大感觉 现在反而抓心脑干 好好奇 好想知道林四七的秘密 我逼迫自己一开视线 但拿着水杯没走几步 我又折了回来 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劣根性 林徐徐 不禁他人允许不能动他人的东西 可是她是我领了正的合法丈夫 林徐徐 你这样是不道德的 会破坏夫妻感情的 呃 可是我们好像本来就没夫妻感情 我成功说服了自己 掩耳盗铃一般 我闭上一只眼 小心翼翼又速度极快的 把她床头柜上的书全给顺走了 我带着书躲到餐桌底下 在看那本手杖前 我决定先来点餐前小点 母猪的产后护理 虽然我并不觉得 这种书里会藏着什么林四七的秘密 但为表尊重 我还是怀着慎重的心情 翻开了它 上面寄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迹 都是跟母猪有关的 没翻几页 我就开始犯困 嗨 正常人谁会去研究这种东西啊 一定是因为她喜欢 我凑进书本 发现了她寄在空白处的闲话 这啥呀 这书都可以冲笼忘尿了 一整本都是谁 要不要还是打个电话 劝爷别养猪了 哎 几年前好像是有什么农村养猪的政策 不过最近又取消了 再往后翻几页 又发现了一处 浮了 买成盗版了 到时候高价卖给林徐徐吧 我 意料之外 出现了自己的名字 让我有种偷吃到糖果的窃喜 在那处下面又有一行小字 算了 她这么蠢 还是我自己收着吧 和上书 又翻了翻其他书 除了那本言情小说 她没写什么字 其他都写满了字 我只是大致翻了一遍 就翻到了十三个林徐徐 四处都静悄悄的 除了我的心跳声 在拿起那本手杖的时候 我不知道如何描述我的心情 大底就是一种矛盾的心情 完了 人已经忐忑疯了 开始说废话了 即使已经偷偷翻了林斯奇这么多书 我还是坚持着自己虚无的道德底线 我就看一点点 闭着眼 直接凭缘分翻页 因为手杖里加了许多其他的纸张 导致我一翻 就翻到了林斯奇做的佛罗伦萨的相关规划 自写的密密麻麻 活像一本佛罗伦萨旅游攻略 也不知道他花这么多功夫在这上面 是想干什么 我又翻了几页 发现这本手杖 并不全是佛罗伦萨 还有他以前的日记 看日记也太超过了 我故意翻过日记 只盯着他做的佛罗伦萨攻略 妄图能发现什么 只是他写得极其正经 就连字迹都比前几本书工整 他在上面写道 佛罗伦萨的气候通常归类为地中海气候 从六月到八月炎热潮湿 最高气温可达到40摄氏度 他怕热 一旦天气温度高 脾气就会变得暴躁 这个他是谁 下面又写道 天气一热 他就喜欢赤脚 如果在地上铺上花瓣 那走起来应该也不会太烫着脚底 赤脚 我忽然扶置心灵 掏出手机 就给苏唐发了个消息 再看时间 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 我急急忙忙把书放回原位 林思琪睡得很沉 估计是吃了药的原因 再摸上他的额头 好像也没那么烫了 果然 生病就得吃药啊 苏唐消息回得很快 我悄悄拿着手机出去 顺便带上卧室门 我问他的是 前几天他因为林思琪 没讲完的话是什么 苏唐 咦 你还不知道啊 那林思琪的行动力也太差了吧 他从好久之前 就在做计划来着 我 所以是什么计划呀 苏唐 求婚啊 自从知道你想去佛罗伦萨后 他就一直在查资料 甚至还在知道我去意大利后 专门问我能不能去趟佛罗伦萨 给他点意见 苏唐 你看聊天记录的截图 看到他的消息 我爹坐在沙发上 心脏砰砰跳个不停 什么意思 所以说 其实 林思琪喜欢我 我 我 这 那 他 他喜欢我 他怎么会喜欢我 真滑稽 我能想到无数件他喜欢别人的事情 其实都和我有关 我背着手 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心里乱得很 也不知道过去多久 主卧的门被打开 林思琪看上去精神器好多了 他疑惑地看着我 你在做康复训练 这小嘴怎么老是说些不爱听的 嗨 多大点事 他喜欢我 没啊 我就走走 走走哈 走走腰还舒服一点 我拍了拍腰 又指了指餐桌 睡醒了 他 感觉怎么样 好点了没有啊 饿不饿啊 他 他 你怎么 好像 我一直都很温柔呀 你是想先吃饭 还是先洗澡 或者 先吃我呢 林思琪 话一说出口 我才觉得羞耻 我也没想到我 他竟然这么大胆 啊 那 先喝汤吧 我把他推到餐桌前 林思琪迟疑地坐在餐桌前 准备喝汤 只是忽然 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 他的动作一顿 反而拘谨起来 啊 我之前说的那个 是我脑子不清楚 你别当真 别当真 开什么玩笑 坏以前 估计我的确会真的当一个玩笑处理 我眯着眼 看着他给自己四处找不到样子 看来 需要我朝他走一步了 于是我站起身 停在他身侧 双手攀上他的肩 呃 等到真的自己实践的时候 才发现 这事有点难度 我俯下身 一股作气 在他的唇上 印上蜻蜓点水的一个吻 这个 就是我的回答 他竟然连饭都没吃 只顾着瞪着眼睛看我 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 刚想说点什么 转移自己肝大羞耻的心情 就被他扣着后脑勺 又亲了一遍 最后亲到床上去了 事情的后续就是 他逼着我喊老公 我不肯 于是星座的美甲断了一个 实在绷不住了 拖鞋喊了 于是星座的美甲断了三个 就连中途他的手机有电话打进来 他都无情地把手机扔出了卧室门 早上醒来 腰酸背痛 还有一种被人打了一顿的感觉 实在是令人着迷 兴许是昨晚受了凉 我还有点感冒的症状 结果到最后 我俩又像小时候那样 约定一起吃药 林思琪一大早的 冲了个澡 也不知道他病好全没有 我妈怎么昨天晚上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 她胡乱用手抓了几下头发 朝我走过来 十分自然地捏了一把我的脸 我老脸一红 裹着被子 十分不自然地别过脸 她 她见兮兮地瞇了瞇一眼 不怀好意地笑着凑近我 压低声音 老婆 我立马后仰 以掩饰自己的害羞 呃 你离我远点 呃 她也学我 你是落冰王吗 呃 去向向天歌 还让我离你远点 林思琪伸手一把把我搂进怀里 扑鼻就是她清新的沐浴露 你怎么把人睡了就 嗯 这人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害羞吗 我捂着她的嘴 羞愤欲死 她却两眼弯弯 下一秒 我就感觉手心被一个如湿柔软的东西舔了舔 我 一下弹开 却被她牢牢搂住 好了不闹你了 乖 我只觉脸烧得越发烫 听着她的心跳声 不由自主就能想起昨晚 呃 火热的一晚 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你看 她给我看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五通未接电话 可能就是那几通打扰我们交流感情的电话 我红着脸 胡乱点了个头 可能是隔离结束了 我一愣 这才从成年人的精神世界里回神 隔离 啊 好像没跟你讲 我爸妈从知道我们结婚后 就买了回省的票 现在估计就是隔离结束了吧 什么时候也该商量一下白酒席了 什么 这么快 你怎么呆了呀 她笑得没心没肺 揉了揉我的头发 我去回个电话 眼见她走到阳台打电话 我忽然紧张起来 丑媳妇还是躲不过见公婆 救命 上一次带林思琪回家见父母 我们还是假的 真没想到 没过多久 就成了真的 如果还是假结婚 说不定我还会从容淡定一点 但这次是真的呀 救命 万一她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我小时候那么皮 没事就欺负林思琪 林思琪没少被我惹哭 后来长大了 我也还是皮 没事就和林思琪拌嘴 救命 我现在的紧张不亚于高考进考场 不亚于第一次参加大企业的面试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要不然离婚吧 不是 我在想什么 我痛苦的打滚 怎么会这样 林思琪从阳台回来的时候 我正躺在地上 她蹲在我头顶上方的空处 伸手撩着我凌乱的头发 怎么了 林思琪 要是你爸妈不喜欢我怎么办 说不定 就是对待儿子的朋友态度亲切 但对自己儿子的媳妇 就会变得严苛的那种家长 怎么可能 她笃定 你都不知道我妈有多喜欢你 我蹭了一下做起 真的 你没骗我吧 你不会只是哄我吧 我骗你干什么 她笑得两眼弯弯 合着你从刚刚开始就不对劲 是在担心这个呀 那 我还是很担心 你爸妈如果真的不喜欢我怎么办 那就不喜欢呗 又不是他们跟你结婚 我喜欢你就够了 她又捏捏我的脸 放心了吗 我拍掉她的手扯回正体 你妈妈有说什么吗 她意味不明地笑了笑 说今晚约了你爸妈 一起在他们家吃饭 见见我们俩 也跟你爸妈商量一下酒席 我 你这个叛徒 我两眼一黑 时间过得飞快 晚上说到就到 我躲在我爸妈身后 死活不肯松开我妈的衣服 哎哟 这孩子 都结婚了 还这么亲我 我妈正和林思琪 爸妈谈笑风声 你黏着你老公去 黏我干什么 说着 就撸开我的手 我摇头 却被她无情无事 最终还是落入了林思琪的手中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爸妈又不会吃了你 一路被她推着走 见在弦上不得不发 我终于鼓起勇气 喊了声叔叔阿姨好 哎呀 徐徐这孩子 她妈笑我 思琪喊我叫妈 那你喊我怎么是阿姨呢 那 那我喊什么 我的大脑终于在一天的紧张下 运转失灵了 她妈 林思琪立马打圆场 她听说今天要见你们俩 紧张了一天 别为难她了 可害羞了 熬到了吃饭 是胜利的一小步 我埋头苦吃 生怕嘴一空下来 林思琪爸妈就要问我问题 但很显然 她们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我身上 哎哟 早就催她结婚了 条件也不差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连对象也没有 原来是和徐徐搞对象了 也不知道藏着掖着干什么 她妈说的欢快 我妈也很欢快 是喽 早知道是小琪 就该让她们毕业去结婚的 我震惊 妈你当时看到结婚证的时候 明明气到让我和林思琪跪下 再早几年 我这皱纹也还没那么多 穿红衣服肯定好看喽 是喽 我特地买了几件红的 准备到时候白酒的时候穿 哎呀 我真羡慕你呀 看起来还老漂亮喽 最后成了我妈和她妈的婚宴服装搭配交流会 临走前 这两位妈妈还依依不舍的 合着中间就隔了三户人家 还在眼情深深雨蒙蒙 看吧 我就说你不用紧张吧 林思琪开了车 估计是商量好了婚宴 她的心情肉眼可见的美妙 确实 没想到说是看看我们 结果其实就是和我妈聊天 我完全看懂了 我们就是她们在外下管子的一个借口 那也不是她想了想说 还是因为太了解你了吧 也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都知根知底 该知道的都知道 林思琪顿了顿 比如我喜欢你这件事 好突然的一记直球 林徐徐选手果然中招了 我撇头装作看风景 但没听见 心脏却自顾自地跳得飞快 真不可思议 我看着车窗外的夜景 还是觉得发生的这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毫无真实感 可是身边的这个人 是如此切切实实地存在着 很快就到了我爸妈和林思琪爸妈一起商量的白酒席的日子 大清早就被套上婚纱 挖着化妆的时候 我的脑子还是不清不楚的 几个至交好友穿着伴娘服 在屋子里叽叽喳喳 商量着怎么赌新郎和伴郎团 我摸着手里的捧花 好奇妙的心情 从前觉得做朋友也很好 结果不知不觉就成了夫妻 真就像先前应付妈妈的时候那句话一样 众里寻她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伴娘团没刁难住林思琪她们 反而却被红包砸得头云眼花 直接就给开了门 穿着新郎服的林思琪好像缺了点什么一样 只知道盯着我傻笑 奇哥别笑了 在笑你以后 看结婚录像带都得后悔 她的伴郎提醒得人之一尽 她这才回神 拦腰将我抱起 一步一步地走出了门 坐进了婚车 妈妈今天果然打扮得很漂亮 和林思琪她妈站在一块 有说有笑 灯光晃的人眼韵 挽着爸爸的手 每一步都踏在红毯上 直到她将我的手交给林思琪 思怡站在正中间 面带微笑地询问 林思琪先生 你愿意娶站在你身边的这个漂亮女人 做你妻子吗 无论是贫困 无论是疾病 无论是残疾 你都无怨无悔吗 毫无疑问 林思琪说 我愿意 思怡又看向我 林徐徐小姐 你愿意嫁给你身边的这个男人吗 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 乃至于死亡 你都愿意相守一生吗 在这一瞬间 我想起许多事 想起小时候 林思琪说我这么喜欢欺负人 一定不会有人愿意娶我 想起她 虽然嘴上说着嫌弃 但还是拿着热毛巾 温柔耐心地给我擦脏污的脚 想起她的幼儿园 她的小学 她的中学 她的大学 她的过去 想起她写的满满当当的 佛罗伦萨的旅游攻略 只因为我当年随口的一句 她就记了这么多年 又想到她的现在 她的未来 是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未来 我的每一个人生节点 她都在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密不可分的一家人 是朋友 是恋人 是夫妻 也会是孩子的父母 于是我说 我愿意 正如她所说的那样 我们知根知底 该知道的都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相爱 是她的 你认识